大女朋友吧 是啊 好漂亮啊 是吧 两个人都是大长腿 真是羡慕死人了 好般配啊 我好喜欢啊 我也想要这样的男朋友 巴黎波举高 就有加压健康的 iPad Show 这女人明显 现在 我们全是零达 这女人 这女人明显 对啊 谁帮她笑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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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可笑 这女的搞毛线 明显到这位妹子 送你花能送出这么多事 嗯 嗯 这些网友在这儿有时候 各个化身电竞幅尔摩斯 至于那个妹子 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 我一上你的第六个 破一波脏数 她是故意的 现在我也觉得是故意的 看她没接 今天晚上要加班了 谁呀 你说的另有安排 就是买鞋呀 这谁呀 那现在买完了 可以陪我去吃饭了吧 谁呀 没空 你干嘛 我替我哥加你微信 是为了让你搞事的嘛 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 铺天盖地在说我哥谈恋爱 还带她女朋友来场馆 还送花 什么东西啊 所以呢 打游戏的是不能谈恋爱还是怎么了 她都多大了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吗 你说女人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又怎么了 那些女粉丝 个个都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一口一个我老公也不害臊 索性就让他们死心 来一个圈子又要遵守一个圈子的规矩 把游戏还成圈子了 你跟我谈杠是吧 你知不知道这样给我们战队带来多少麻烦 给我哥带来多少麻烦 明天报纸新闻不知道怎么行 上新闻就上新闻呗 正好增加报公率 反正你们家我们家 巴不得我们赶紧谈恋爱结婚 不是不能谈恋爱 是不能和你这种人谈恋爱 你 请你自觉删除我哥的威胁 不要再去骚扰他们 关你什么事啊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你 别再跟着我 等等我 干嘛 靳阳说送鞋不好 你要给送鞋的人一点钱取鞋 你是哪个村里来城市打职业的 家里通往了吗 不知好歹 只有情侣之间才有这种说法 那你还给我 你以为扔进去了我就找不到啊 慢慢找 陆思成 幼稚 诚哥 诚哥 今天那个女的是谁啊 那个女的 哪个女的呀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福尔摩斯呀 她不是谁 家里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 你为什么要相亲啊 什么叫我为什么要相亲 我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还有是个成年人了 为什么不能相亲 没事 没事 但是我拒绝了 现在别谈恋爱 是啊 现在不想想这个 我想迎娶世界冠军的奖杯过门 八太大将领主 拒绝人还嫁人家危险 早晨了 这都能听见 不知好不好看 合不合适 是不是这个圈子里面根本不敢要 早晚会分手 浪费时间 怎么不会分手 孩子 说出你的故事 说啥啊 我还小 我什么都不懂 我已经把所有的青春和少女心 都奉钱给电子经纪了 看到了吧 还想了解更多详情 不要来问我 去问简阳 对 C开战队的那一个 还有刚才那个说 以前觉得死没恋爱 现在一对比 觉得死没恋爱 可以和我凑合的 方管干活了 封一个月 理由是侮辱我队友爱 喜欢什么样的 我以前不是说过了吗 游戏打得比我好的 听见了吧 队长根本就不喜欢人类 你们可以放心了 来 孩子 孙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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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刺激的吗 真是 怕你们都凑齐了 看热闹也是不容易啊 今晚 ZGDX基地将举办一场 一夜宵为最终大奖的孙禄大赛 比赛双方 童谣入司城 周围的吃瓜群众们 看比赛时请闭好你们的嘴巴 太好了 老规矩 谁输谁请客吃宵夜 耶 等等 我为什么要和他搜了 你们想吃夜宵 你们可以让他请 那是因为我们诚哥今天要证明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女生打游戏比他更厉害 所以呢 少女们 你们死心吧 老猫 你是不是傻 咋了 小姐姐 嗯 加油 赢了我们吃小龙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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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不打这场搜罗赛 我也可以前面吃宵夜啊 不能一次一个人吃十斤的小龙虾 算什么小龙虾呀 对呀 吃不饱啊 不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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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看见成盔比武招亲现场 房间就是他的擂台 我也好想试试 万一赢了呢 再查棺丹木了 搜罗规矩知道吗 知道啊 三头一塔嘛 注意 诚哥要开始公布 比武招亲的规矩了 小姐姐能否抱得队长规 我身际一起上 诚哥给我讲讲 哇塞 诚哥一言不合关了弹幕 吃瓜群入门 不能发表吃瓜感言了 好娇啊 好 我们MC POP 大家好 下面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 solo比赛的规则 第一 是不准带阴阳术 第二 不准带自愈 服除 这样的灵咒技能 第三 在中路对打 以中路两边的草丛作为边界 超过边界算多弃权 第四 核心规则 你杀掉对方三个人头 或退掉对方一个塔 定输赢 公平起见 双方都不能用 各自最擅长的试试 选同路试试 好啊 那战士 刺客吧 辅助 辅助 战士 好了 搜入大赛 现在开始 Let it go later 那 下一个 还有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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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